5月8日,据港媒报道香港28岁明媛碎尸案6名被告在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旷港制、旷港节、旷球同被控一项谋杀罪 李瑞湘则被控妨害司法公正的作为罪 其余两人涉嫌帮旷港制逃走,被控协助罪犯罪 蔡天凤前夫一家四口继续还押 另案两名被告获准继续保释 案件新进展为在龙尾村一处找到一件沾有钱婆婆李瑞湘DNA的衣服 属里主任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7月31日再审 据港媒《大公报》报道,当初警方之所以会快速展开行动 背后其实与天王郭富城有关 由于蔡天凤是方元好友,有传方元得知对方失踪后 忧心把事情告诉老公,郭富城的事实非常震惊 这一行动促使了警方加快行动调查,最终导致了案件的破案进展 太大的信心我觉得都是人机上市